你别给你冷静点 你给我闺女 你闺女 你闺女在我家呢 怎么了 你带给我闺女 不是 你叫我爹爹闺女 你要不要听你姐说什么 我这么的想做 爸爸 是我自己要来温叔叔家的 您顾客温叔叔了 不是 我来他说 来我家干嘛 他说我请来 给我弟弟治病的 还能干嘛 我弟弟治我六年 我觉得一孩子能治好是吧 我就觉得他能治好 不是所有的病 都能靠医术解决的 师傅说得对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爸爸 又是说你们的病 记住 您欠我一拳 我很好 我一个人都在这儿 这泳池能有什么问题 见泳池的初衷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位置不对 就适得其反了 没错 这个泳池离房子太紧了 形成了反光线 反光线 什么叫反光线 你看 这个泳池 清晰地倒映出了 房子的所有景象 这在我们风水学上 被称为血盆照镜 这座水面形成的反光线 比金指形成的反光线 还要凶 没错 住在这种房子里 对后代不好 轻则纵病残生 重则害命